在《九零花》中,杨子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顶流之一,无论是国民度还是演技从来都没有让大家失望过。 虽说之前大部分情况下,杨子都保持着一年播一部作品的频率,但这两年他几乎一直在镜组,和范晨晨主演的《要久久爱》杀青还没有多久,就已经低调镜组《晨欢剧》拍摄定中招了。 杨子在《晨欢剧》中合作男主就是此前网传的虚开。 虽说许凯的作品口碑和杨子相比稍显新色,但合作的女演员各个人气都不低,还蛮让人期待这位帅哥美女的组合呢。 《晨欢剧》的定装路透里,杨子穿着一身简约的白色衬衣,扎着黑色马尾给人感觉元气满满,相比要久久爱的雪深时期气质略显干练。 虚改在路透图的造型西装笔挺,和他此前在现代剧中的造型差距不大,只是身在管理更甚从前。 属于脱衣有肉穿衣显瘦的男神。 《晨欢剧》这部作品改编自艺书的同名小说,主要描述当代母女关系的新生与重塑。 以平凡女孩不平凡的人生经历,穿达独立奋斗的新时代女性态度。 讲述了出生于上海普通人家的捷舞后女孩麦成欢杨子饰演在母亲刘婉逸的催促下,与男友新家亮一婚。 两家不对等的经济条件让这段原本平等的感情关系变得失衡。 同时,麦母对女儿终身大势的过度插手的行为,也加速了麦成欢和新家亮的分手。 在孝顺父母和忠于自我之间,麦成欢反复愁愁,最终也做出了选择。 她逐步从母亲强势的关爱中振脱,将重心放在生活上。 与此同时,麦成欢的蜕变得到了季祖母的认可,把自己最看重的酒店经营重任投付给她。 季祖母的亲孙,职业酒店经理人姚志明·徐凯世衍在与麦成欢的合作中逐渐了解着迷,俩人也因此成为工作伙伴,携手并进。 而在生活中,姚志明被麦家烟火弃之下的真情包围, 与麦成欢的感情也逐渐升温。 自从麦成欢也完成了从成欢心下到成就自我的蜕变, 杨子的演技大家都有目共睹,能够完美塑造任何类型的角色。 而且艺术笔下的女性角色都很有魅力,影视画后的评价一向不低。 所以还是很让人期待杨子在新剧中的表现呢。 虽说她目前的库存影视剧和电影数量都不少, 但最快能和大家见面的就是古偶《长相思》了。 徐凯在成欢剧之前拍摄的也是现代作品《你比星光美丽》, 想来适应角色的速度应该很快。 而且减肥成功的徐凯穿在现代装完全就是霸总男神近视感, 还是很让人期待她和杨子的首次合作。 而且徐凯的带播剧在《同期小声》中也算多的。 古装带播剧有《雪英领主》《类游园》《仙剑六骑金招》, 现代带播剧有《你比星光美丽》, 可以说只是任何一部爆了都会吸粉。 还是蛮让人期待呢。